来看到潘孟安直接呛农委会没有作为 完全是靠县府自食其力 甚至他们的农业局长还出面炮轰说 炮轰中央说根本连会都没有开 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做 没有想到这时候资深媒体的咒语控 也跳出来说 小英总统赶快让笨头笨脑的陈吉仲走人 那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可能蛮委屈的吧 那他就说和潘孟安县长 随时都有用line沟通 第一时间就有致电说明缘由 彼此之间的沟通顺畅 那至于说像周玉寇点名你应该要下台 那他怎么回应呢 他说农业部门的退休金保险口题一拔针之后 他也守住了非洲猪瘟远洋 渔业黄牌栽调之后 积极建设养殖渔业等等 农渔民最清楚政府做了哪些事情 他说我不会感到委屈 也不在乎个人去留或是不实批评 如果外界有非农业专业的质疑 针对我个人就好 但如果影响到农渔民权益 绝对会站出来捍卫 所以这个时候呢 陈吉仲在搬正机啦宝宝 他怎么现在把自己塑造成一副那种 悲剧型英雄的感觉 所有的问题冲着我来 大家都不要对这些农渔民 在攻击他们了 没有人要去攻击这些农渔民好不好 从头到尾都没有 大家都在针对你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是 他里面只讲说 我个人一定会负责啊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 我要负政治责任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说负政治责任 所以你要怎么负责 我一定会负起所有的责任 然后大家问你要不要下台 他就开始543 然后带风向这样子 所以大家想要问的是 农委会已经出了这么多次的trouble 不管是什么禁药 可能有超标状况 或是这些农产品不合格等等的 每一次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发生 你导致到我们跟两岸之间 然后很多的一些农作物无法来往了 那请问我们的主委到底做了些什么 当你发生一次之后 如何去避免第二次第三次的发生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然后也没有具体的一个实际行动去做改善 等到再发生的时候 他就跟你在那边抗中排 就说你看都是中国大陆在欺压我们 都是他们坏坏这样子 就觉得不是吧 那你要告诉我 那所以你到底如何去做一个决定 然后你如何去把这件事情避免再发生 所以这样子就来了 你看像这一次 他不是发生这种什么借牌的事件吗 其实原本大家是在关注说 石斑鱼怎么会被禁止 后来发现 竟然是有借牌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说 我们在养殖的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你在搬运的过程当中 可能因为借牌业者的状况 所以他搬运过程当中出了问题 有些烂鱼冲数等等的 然后呢 陈吉仲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是因为ECFA的关系 然后所以 他说是中国大陆问题 不是 你怎么可以所有的事情都怪到人家身上 这个问题是 人家毕竟是买家嘛 我们现在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中国大陆 你如果是欧美的买家 请问陈吉仲他会是这种态度吗 当然是不会嘛 那你什么事情都怪到人家身上 你怎么不去怪说 你自己可能在业者这一块 是不是管控不实 或是你到底在管理上面出了哪些问题 都已经出了这样的问题 被人家抓出来的时候 他还在跟你抗中牌 这个就最荒谬的地方嘛 你要嘛你就跟我们讲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漏息 那你要如何去改善 你比方说 接下来你针对这些业者 是不是要全面的盘查 然后你盘查之后 你要对他们做怎么样子的一个 奖程制度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能石斑鱼 你卖去中国跟卖去香港 加起来十几亿 最后你罚这两艘船 你才罚15万而已 大家就觉得不是吧 这也罚太少 那他不就继续就好啦 他根本不怕你罚 他赚那么多 你只罚他15万 大家就很 也就是没有要罚的意思啦 对啊就是意思意思 我觉得其实很多网友 也是一直在讨论 就很炸锅 说你怎么会只罚15万 你完全没有嚇阻的效果 你只会让他们觉得说 哦我不痛不痒 我就继续 我就继续就好啦 反正我还是可以 继续赚我的大钱嘛 我管你什么 禁要超标不超标 会不会去影响到台湾的 农产品的负面形象 他根本就不管你 我只要把钱赚得饱饱的 我赚到口袋里面就好了 我根本不用管那么多 然后我也不管你 农委会主委 你在讲什么 反正我听听就算 这一而进那一而出 根本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现在连周玉寇 都出来去打陈吉仲 是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陈吉仲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周姓主持人 他不太会没事去打一个 绿营的台面上的咖 因为毕竟我觉得陈吉仲 他也是个台面上的咖 而且是小英男孩不是吗 对 重点 重点他算是小英男孩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陈吉仲每次陪着小英总统 去出巡的时候 都会那个 我要去田里面摘什么花生 我要去摘什么东西 然后都要弄了一副亮呛这样子 就是感觉 要在小英总统面前 要非常非常多的作秀 然后让小英总统关注到他 他感觉跟小英总统 应该是关系还蛮好的 但是现在周姓主持人 真的有这么不受控 就出来然后去攻击陈吉仲 所以我觉得陈吉仲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虽然他可能讲说 我如果有网军的话 我就不会被网军攻击 这样 等等 我一定要帮周玉寇解释 周玉寇哪有不受控 他最受控了 他最受控 你知道周玉寇前一阵子 不是精力旺盛到处打人 对不对 我们上网一查 他接了什么东西 他接了一个标案 叫做船员游艇及灯塔政策推广行销案 这是什么 放眼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海洋休闲媒体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小英男孩 击中 你不要抱怨说什么 你如果有网军怎么会被人家打成这样 周玉寇说得很明白 你有买网军但没有买到我 你搞清楚 刚刚我们提到 因为周玉寇叫陈吉仲下台说他笨头笨脑 可是刚刚周玉寇有料说 说周玉寇接了一个什么标案 周玉寇讲话最诚实了 他的意思是说你笨头笨脑 怎么标案没有下到我这边来 你知道我刚刚讲的 船员游艇及灯塔政策推广行销案 是交通部航港局的案子 周玉寇跟交通部航港局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最近没有骂交通部 大家你要知道周玉寇就跟一个邪神一样 如果不要养小鬼的话就去养周玉寇 你记得要三天两头拜他 然后给他一些标案 你就没事了 那没有事情就高高兴兴 急众就是笨 急众遇到石斑这种案子的时候 凤梨发给周玉寇一个标案 石斑发给他一个标案 凤梨四家发给他一个标案 联幕发给他一个标案 我告诉你会怎么样 周玉寇会请你去他节目访问 然后把你当乖孙子一样疼 丙颖 不是丙颖 是急众 急众 你真是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讲清楚 大家周玉寇讲的话 他最好控制 最好预测 他现在会骂你 就表示你该给他标案 该给的要给 急众小重重 不要以为自己是小婴男孩 就可以不给标案 玉寇阿嬷很期待吃你的标案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感觉攻克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所以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酸性电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